有的人刚开始养龟是这样子的 养着养着就 看到好龟就想入 开始了解各种龟品种 慢慢地观察龟的习性 因为养龟也不是省心事 一生病就开始注意生病的原因 关注温度水质开始买买买 购买加热器过滤器 除滤晒水保持水质 开始换钢造景 经验不断增加看到好龟就想住 回头一看卧槽 家里人都以为我吸毒了 每一种龟的价格不一 饲养难度不一 需要你折腾环境食物还有耐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